好,现在看得到我人了吧 各位还是 看来我的直播最近还行啊,今天还这么不少 有人说那个华为像CCI1这种自动化怎么备考 如果说你不会,他就是不好背 好吧 当然了,你如果也不想学自动化,你就想考个IE,就别聊那些没用的了,你就好好背书一样背吧,好吧 小学不是也背课文吗,那不是怎么也,那不就弄背就背下来了吗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想好好学的话,你可以跟我那个学一学 倒还是可以的 好吧,如果说你就想考个CCI1 你也不在乎那个东西 是吧 该背就背吧,那怎么办吧,那小学那不抽抽 抽一下自己不就疼了吧 怎么不是也就背下来了吗 好吧 对啊,头型我每次都,最近我头型都整一整,因为我发现我整了头型之后,现在能比较多一点 有哥们举手是什么意思啊,你想测试这个功能吗 马上啊,还没有到这个30,到了30之后,我们开始来讲今天的一个话题 前几天呢,我们讲了 为什么要学习 还有我的课的介绍 然后有些人呢,可能想知道这个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来讲一下作业吧,就是我的 这56份作业 其实一共有56份作业 特别特别多 好吧 拿几个还不错的作业,给大家看看 看看效果 就讲讲我的几份作业,给大家看看效果 看看这个自动化到底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吧,否则的话 有些人总是认为,好像这个自动化就跟那个 就跟CCI考试这个 就跟CCI考试这个自动化一样 那么没有技术含量 今天呢,可以来 介绍一下 好吧,而且前两天我不是介绍过一个 我们公司的学员系统 那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呢,这个呢也是为了 为了掩饰这个 自动化的学习效果 这个不是生产用的 好吧,那个我前两次直播那个我们公司内部 内部的学员系统那是生产用的 好吧,那个都已经上线了 而且还介绍过,那也是我写的 好吧 然后呢,这个呢是 当初 为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学完之后 我们最终 你学完这个东西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呢 做了这么一个 手写的一个系统 也是用僵构写的 但是后台 在那网页这一块 呈现这一块 是用僵构写的 后台呢 那些都是各种各样的自动化的技术 OK 可以一会儿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相应的效果 好吧 那今天就差不多时间也到了 我开始给大家介绍啊 首先再说一下 就是现在呢 我们 我们的这个 IT基础价格工程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今天晚上呢 应该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 今天没有来 可能就去听李斌老师讲的这个 基础价格工程师的课了 前四次课呢 是由李斌老师讲的 那么李斌老师呢 主要讲一下 基本环境 讲一天 然后呢 这个蓄力化 就是蓄力化 就是这个 然后存储 共享存储 然后呢 Vcenter 然后呢 这个 分布置教训机 蓄力化网络 这个基本上得讲 三天 也就是今天晚和明天 应该要讲 两次课就结束了 然后呢 下周二 那么我接手 那么我继续讲 好吧 那么我讲了就讲右面 李斌老师呢 是 把左面 给搞定了 然后我上来呢 应该要讲右面 那么讲右面呢 主要是应该是周二 我们要讲 F5 应用交付 OK 那为什么这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呢 这个 这是网管 他的网管口 网管口 好吧 然后呢 这边 这个呢 是画的他的两个数据口 有的网管口在左边 他数据口在右边 当时我们的桥接 就这么瞧着 所以说后来 后来也就这么留着了 好吧 这是个网管口 然后呢 这是两个数据口 然后呢 周二应该讲这个 F5 应用交付 然后呢 紧接着 三天 来给他入门一下 这个 Docker和K8s Docker和K8s 先讲Docker Docker应该会主要讲的会多一些 因为Docker对我们而言其实更加实用一些 K8s 然后这是 两周 然后呢还有两周呢 我会给大家讲 我会给大家讲自动化 当然了自动化呢 没有Python 不用Python 但是我们会 这个SentOS呢 会做一个 会介绍各种各样的 那个开源自动化软件 就说呢 就是我的这个入门课 就是基础架构工程师这个入门课的自动化是不讲Python的 好吧 就说呢 我们就介绍一些什么样的好用的开源的工具 那么也不给钱 然后呢挺好用的 然后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种场景下就只用工具 不要用Python 那么其实很多事呢也能做 所以这个基础架工程师呢我会讲一些自动化 简单介绍几个推荐几个其实真的叫推荐几个好用的工具 让他能够上上手感受一下 然后紧接着这个讲完之后呢就是公有云公有云当然这个图里边就没有了公有云是AWS 我想讲AWS和李宾要讲阿里云 那么两个公有云这就不在这个犯错以来了啊我也没法给搭一个阿里云给你玩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我会介绍AWS 介绍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流的这个公有云 然后呢感受一下他跟我们 跟你见到的 普通的公有云有什么不一样 他云计算他的云计算 跟你所了解到的用传统IT架构的这种计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说 那个这个贺神呢主要是给他介绍一下 就说 这是这是一个图 介绍一下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应用场景 就是这是蓄力化和 蓄力化应用交付 防火墙和这个容器技术在这儿 OK 然后呢让他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技术在网络当中的应用 就是永远要记住网络只是给这些东西提供服务的 网络不是重点网络一定要为他们提供服务 对吧你的网络为蓄力化提供服务 你的网络为 容器提供服务 你的安全是保护蓄力化和容器里面的这个应用的安全呢 对吧 那你那你以为网络是干什么的呢 那你以为安全是干什么的呢 对吧 那不就是为了保护这些 里面的应用吗 对吧 OK 给理解啊 就是这个东西 没有网络哪来这些 因 因为有这些 所以说才需要网络 好吧 应该 你应该这么说这个问题 好吧 网络绝对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 为什么这样你我开个公司那我做一个我要开发一个APP是因为 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APP 所以说我雇了你们来 我没有这个项目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雇你们 是吧 然后雇了你们来之后我才架设网络 然后让让这个东西能够上线 这是因为所以吧 不是因为我想雇你们 所以说我想搞个APP 我更更更更更 逗逼的说法就是因为我想做个网络 所以说我他妈的投资做个APP我都报出口了 对吧 你说是这个意思吗 是吧 我因为想雇你来 我因为喜欢学网络技术 我特别喜欢玩 OSPF 我老板 我特别有情怀 我是玩过网络的 所以说我特别有情怀 我就想 搞个网络 雇了一帮人 然后呢跑了个东西 如学特别开心 然后呢 再投资几个亿再弄点ACC上线 就是为了跑网络 我看着交换机那灯亮的那就带劲 那就开心 那就内心的一种爽 你觉得我这个话有点意思吧 有点去点个赞 好吧 这个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明天呢我的这个 Python 课 就要开始了 然后呢 我这个课里面那个自动化 我这个自动化里面 不不只是网络自动化 再说一遍 不只是网络自动化 为什么要讲这东西 也是为了那个 那个Python 课 给大家给大家做个入门 因为在我这个自动化的那个课程里面 他 他有网络 有网络部分 有安全部分 然后呢 也会有蓄力化部分 也会有容器部分 也会有公有云部分 就东西会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专门搞了这个课呢 做了一个入门课 好吧 也是为了配合我的VIP 也是为了配合我的这个 DevOps 就是明天开始讲的那个Python课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课 大家感兴趣现在应该下周 前 前两周里面就 这是第二周 今天晚上再讲第三次课 他讲左边蓄力化 如果说你觉得蓄力化 你还一与二懂呢 如果说你你感兴趣我讲的这个 这个容器啊 应用交付啊 公有云的话 你可以了解一下 好吧 OK 好继续啊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今天简单的做一些实战 我说过前前段时间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我这个 课有些什么对吧然后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学习就扯了一堆这些东西 我的课都是收钱的 好吧都收钱的没有什么不收钱的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我觉得 先看这个就是 这是当初就是说能够最终 希望大家能够学完 然后呢把所有的技术呢做了一个汇总 然后呢我把这所有的技术汇到一个项目里面 来给他展示一下 这个实际的这个我们的技术的用途比如说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个基本上我也写了我记得这个这个系统我也写了第3版 就一版一版在改 我说过我的内部系统那个 我们应该周一直播吧 内部系统差不多写第4版 写了4版 这个东西呢我差不多写了 写了3版 就是不断的在改 就是也是 就这东西都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不断的需要去更新 那顺便聊一个就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B站的视频 他说看到一些老外公司里面 有那种年纪很大的就560的程序员 然后呢560的架构师 然后呢一直都在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程序员不一定需要560的但架构是一定需要560的 真的是就是我我们内部系统开了开发了4版 一版一版在更新 一版一版的觉得当年的当年的设计就有点缺点 不断的在改 这个系统也是 也是你看他也是变成了第3版 也是第1版老缺心眼了 第2版你就改了很多 第2版改了很多很多东西 第3版又在第2版系统上又改了一下 基本上每一次都能把代码优化个30%左右 好吧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 那种那种马代码的程序员永远是不太需要的 好吧就是 纯马代码 C-C-C-V的那种是确实没有什么必要的 就跟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 网工如果说你只是敲点命令 那个也没有多大的用 好吧就是那也是该淘汰就被淘汰的 也不熟悉里面公司的架构和结构 比敲网络这些东西有 有成就感一些 因为毕竟是 从无到有 好吧就是 就是 你想想那个 你敲一些网络设备 我个人觉得 没有 创造性 套路 全是套路 你难道能创造一套 敲法吗 所以说我偶尔也创造一点敲法 我给大家感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人看过B站的那个录像叫黄灰口 我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有没有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录像呢 每次我都推荐 我们B站有个叫黄灰就是我讲黄灰口 可能个人认为可能很多人认为 黄灰口有什么意思呢我给解释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2019年的第1期的教主基石经话论 可以了解一下黄灰口 就是在这么 就是这么说 就是在这么 就是 网络嘛 就特别压迫 我觉得就是说 限制 想象力 学网络其实比较限制想象力 我觉得就是你只能照着标准套路敲 你没有可选的 你就必须照着我的东西敲 好吧你敲就对了 这个命令 说实在的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老师确实要给你解释 每个命令是干嘛用的 但是呢我不给你解释也无所谓 反正我给你很很简单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 不敲他就通不了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英语当年对吧 那个那个英语老师只要给你解释不了 就说这叫做 习惯用法 是吧就是你不跟你解释了 解释再玩有什么用呢 你用种就不敲 不敲就通不了 好吧 敲了就通得了 我给你解释和不解释 其实也没够多大个用 是吧 但是呢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也曾经 在 我也想创造一下 我也想创造一下 你看一下我 我自创了一些 神奇的一些敲法 黄卫口 就是黄卫口 你认为黄卫口有什么用吗 你认为黄卫口是不是没有用 那你看看我的黄卫口 反而挺有意思的 好吧 但是呢就是 但是还是很憋屈 就是还是没有 创造力 自从我研究 Python 这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 反正我 就是我觉得有两个东西能打开我的 我的视野 我觉得学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爽 感觉我自由了 真的自由了 就像以前 以前缺少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需要 那看网上有没有软件支持啊 对吧 看司科能不能支持啊 那么就指望着别人能够帮 能够整一个 对吧 但是呢有了这个 两个东西 注意不是Python 不不不不只是Python 一个东西 Linux Linux 相当相当重要 一个是Linux 一个是Python 这两个东西 了解了之后呢 我觉得打开了一个世界 就是说 有了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咱们别说就是 跟跟 学Python 什么挣钱啊 学Python 先不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至少我感觉 就学了这两个东西之后 我觉得我得到了 身心的自由 就是觉得 你不支持 不支持 你不支持 算了 我自己认一个 我自己让他支持 对吧 那你不支持这个功能 我自己认一个 我让他认 有这个功能没有得了吗 就干嘛一定要 一定要你们支持呢 我没有 我认一个 我自己写一个 对吧 那我 咋不行我自己 认一个就得了 对吧 我不只往里面 我都能搞得定 我觉得 至少 学完Python之后 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受比较好 好吧 先说这个东西啊 像这个系统也是 就说 那以前我们可能都是用这个 别人做的系统 说实在是别人做的系统 其实也 当然 我知道 其实做完这个系统 我其实也不推荐 其实也并不推荐学员在生产当中用 其实并不推荐在生产当中用 好吧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更推荐的就是说 用一些 用一些开源工具来做 比如说 用一些什么 Grafana呀 来做一些呈现 甚至 甚至一些 对吧 还有些很多工具 都可以来做一些网管 而且他们功能其实也挺强的 那么 其实我更推荐用那个东西 其实不推荐 你就说 那我就申写一个 其实我 我并不推荐你这么来做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或者说你就算认个小团队吧 你们团队能力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 你想想那些 那些 Grafana 这边都是一个 类似于上市公司一样的团队 对吧 那么 他们能够开发的功能 肯定是比你 或者说你们一个小团队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那肯定是要强的 你不用你 犹豫这个事情 只是说呢 有时候呢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 你想做一个东西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那些功能 你可能 不满足你们公司的要求 你公司可能有些特殊要求 对吧 但是呢 就不满足 就是恰好就不满足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要求 他恰好就不满足 或者说呢 他们开发的那个 你也知道最近 最近老外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最近特别是老外开发的一些 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美国是被印度人占领了吗 我觉得是 我感觉是 对吧 因为以前我觉得 老外开发的那个界面还没有那么难用 最近这两年 那个老外开发那个界面 那个鬼老开发那个界面 或者 应该是印度人开发的界面 那简直这个思维 思维逻辑之奇葩 我去 真的是 那思维逻辑之奇葩 我简直无法理解 就是他那个图形化界面 这完全不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图形化界面 我说就是那个 Palaoto的那个PRISMA 我天 我跟你们搞了两个 两个月了 那简直是一个迷宫 那个图形化界面弄的 我们都崩溃了 可能也是因为你受不了那个 也是因为他可能不支持功能 然后呢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他功能太多 就是有事也是功能 功能太多了 那个的 你也希望能够做一个更加匹配的公司的 还有一个 用开源软件的不是不卖钱吗 对吧 你说你说你好意思拿一个Zavix去收你的客户钱吗 那也不合理 对吧 你说 客户你看 你看我们给你定制一个 行不行 给点钱呢 也许是这些原因吧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尽量的用一些开源工具 能够搞定来尽量搞定 实在不行的话 你如果说就满足就正好撞上我刚才那几个说法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写一个 好吧 但是还是不太推荐 因为自己写的功能 毕竟肯定 还是 是有限的我觉得 你看一下就是说 那能够看 能够我可以查看一下设备 首页就能看到这些 这些CPU用力 你不要认为这个CPU用力这么高啊 我是一个模拟器 对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模拟器 模拟器 我没有说用那个其他 这是真正的模拟器 EV1 这是一个EV1 好吧 我EV1在哪里 这个真的是一个模拟器 真的是个模拟器 其实当初我写的东西的时候是 想写这个 想写一个这个 不用模拟器的 但是你要知道模拟器没有好的交往机 模拟器呢 那个 那个就是用那个 NFV的产品 NFV 你知道吧 虚拟化的产品 我说是产品的 但是我今天说我这是模拟器 好吧 那种NFV的产品确实没有好的 交往机 然后呢 NFV的那个录路器也知道是限速的 那么我今天是想打流量的 你看我这个B站还开了呢 我的B站呢 你看 还开着 这是打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还开着呢 然后呢 这样的话 这个环境你看 这个WIN7 我这个WIN7就挂在这了 我的WIN7 就挂在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这个模拟环境 然后通过防火墙 想通过它上的网 而模拟器 它就有这个bug 好吧 它就是CPU利用率 比较高 所以这个 也就没办法 好吧 那我这个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它就是这样 CPU还正常一点 它的 它的内存 它就这样 这没办法 好吧 所以不要认为 这是一个 这今天真的是模拟器 好吧 有时候 以前我 我上了一些 就是上的这个 比如技术加工程斯佩克 对吧 我说这个可不是模拟器 全部都不是模拟器 全部都是真机 对吧 这是这么说的吧 对吧 包含那些防火墙 包含这些 这些录入器 全都是NFV的设备 都是真机 所以它们是正常的 好吧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些是限速的 这些都有限速 好吧 所以说 不太好拉流量 不太好拉 拉那个性能起来 所以说呢 我用的这个模拟环境 好吧 所以说这些 这些CPU会变成这样 就很正常 可以意见 好吧 这个是一个首页的一个介绍 就摘药啊 内存排行榜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我又做了一个这个 查看设备 查看设备也是 我也想过的 好吧 就是有些可能你自己开发一个东西 可能功能没有那么强 但是也许你们公司也不需要那么强 对 也许你们公司也不需要那么强 OK 然后呢 可能就只需要一些你想要的功能 那自己开发也许就有这个优势 比如说你看 这是就是可达的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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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把某一个设备挂了 在这就 表现不可达 然后能够看到最近的CPU 类存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编辑 甚至呢还可以去 还可以去添加一些 新的功能 就添加新的设备 还可以基于添加新的设备 甚至呢还可以去添加新的设备类型 我这只有这几个设备类型 我的环境就只有这几个设备类型 你可以添加新的设备类型 只要把新的那些 OID 比如说你 你是 NetMiko要支持的 NetMiko其实支持的设备很多 到底NetMiko支持的什么设备 这可以再加 然后呢怎么秀命令的 比如说像华文应该叫 叫叫叫叫什么 DisplayCurrent 是吧好像是那种名字 然后呢 OID再换一换 你可以 你可以去添加一些 新的设备 可以手工去添加 好啊 这是一个就是能够很好的看到 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很正常 这个这个模拟器 它长期不高步 好吧 呃 OK好 这就是这样 你看很真实 那个破模拟器 就是不高步 经常会 这个轮循的时候 他会出点问题 看不到 这很正常 表示我这人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这个 备份配置 备份配置 有些学员就是 就我们需要备份配置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 我先改个啥呢 我 我还得给AAC 给你们玩会吧 AAC 我得 下下下下配的 没有配个主机名啊 下 一分钟后 我这应该是每分钟都会去备份一下配置 但是不是每次都备份啊 他会去查 那么上一次备份 和 最近一次备份 他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我会算哈希子 我会算这个哈希子 如果哈希子是一样的话就不备份了 如果不一样的话 他就会备份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等会吧 这只要一分钟 我这个后台调度是一分钟 他就应该会把新的给备份过来 然后呢 你甚至可以把两个版本 就是你想看看 在咋了 为什么这两个有不一样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哪个和哪个之间 他有什么样的 比较 我记得好像也是主机名 你看这就是主机名 一个是这个主机名 一个是这个主机名 你看他就主机名的问题 是吧 这就是 备份配置 这个还在等会 OK 还有一个呢就是监控 监控这个也是花了我很多时间来做的 就是监控的话 其实你可以 比如说跟这个Grafana 其实你可以用Grafana整合 也行 我觉得Grafana整合就是 也挺难看的 后来我专门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了一下 就说你再把设备加进来 这就会多一个面板 然后呢在这呢就能看到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他的可达性 他的这个CPU和内存 当天的状况 然后能够看到CPU内存 接口 所有接口 只要有的接口都会在这 能够看到他的一个 速率 你看 应该是课前吧 差不多我就 开了这个B站的直播 这个带宽就上来了 OK 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正常上课 我这个上课要讲的 摸不动 这个要等会吧 OK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监控 然后当然还可以跟那个 跟那些 Elect Search 来联动 来的Flow分析也行 今天那个没有开 然后呢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告警 比如说你有一些警报 要发一些警报 这个密码长期看长期被看 然后呢还有警告设置 就说 多高 在加我们 我这些 报警都一个没有激活 当然你可以设 超过多少 就要报警 然后呢可以做报警周期 等等等等 报警预值 这等等等等 你可以设 当然我这没有激活 激活了的话 他就会 报警 好吧 这是设立一个报警周期 然后呢甚至呢 还有数据老化期 等等等等 可以基本功能吧监控 然后呢 你看哪呢 你看第9第10 你可以看一下第9第10 第10的区别 主要就是 你看名字就变成这么一个奇奇怪怪 刚才瞎敲的 就是实现的最基本的功劳 就是 备分配置 监控 设备管理 但是日资分析也有 日资分析可以跟这个依赖search整合 但是现在是没有整合的 那边没有做 但政客的时候我会把它我会把它做好在没有做 还有流浪分析其实这也可以看 好吧 那这就是 其实这东西呢 主要是为了演示 就是说 温度 温度啥 我 我的模拟器没有温度 没有 好吧 没有温度 那这个模拟器能把CPU采集出来 那个模拟器 不错 好吧 对 你可以用SNP来走 也可以用其他的 好吧 就说呢 这是 这是纯手写的 就是完全是用代码自己写的 这是完全用代码自己写的 这个代码是 我记得前面剩下 就是这是分享给学员的 就这些 这是完全是纯手写的 好吧 而且每一个都做了注释 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让你能够看懂 当然呢 其实我建议你能够看懂 最终呢 你至少能够看懂 当然你如果自己写也不错 好吧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看懂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 至少把我们以前就是我的课里面讲的那些跟我们刚好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个具体的情况 OK 好那这是最终的 好吧 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再演示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聊聊 好吧 阿斯陆镜是啥意思 不知道脸说的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整个呢 其实 我先给大家看看课 课课课 那我们应该就是明天就开始讲 今天是最后一天 也应该说我的噩 噩梦班的八九月份 就要 不是不是 八九对八九月份就要开始了 我八九月份要讲啥呢 就是首先这个 拍上自动化这一块我会讲 然后呢你也知道周二是要有一个基础课 我现在还要讲这个 I T基础课 I T基础课呢 应该整个八月的这个周一到周五这些时间应该都要讲I T基础课 好吧 你报派上的话也可以听 你也可以去听听我的课 我希望能够通过简单的方法就就就这个 就就就这个玩 啊 你要讲这个基础课 整个八月的这个平时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我都讲基础课 然后把技术把这个讲完之后呢到了月底应该开始讲那个EI的CCMA 你现在才知道我头发长长头发我都我这个头发都续了 大半年了吧 对吧因为以前你也知道我这个我是个短发对吧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年纪大了啊 这个这个短发比较 比较显老 所以说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就开始留长发 好吧而且 而且我觉得每次我把头发一梳 那我的我的这个观看人数就增加 今天我故意啊 头头发再重新整理了一下 是不是 我的IC赛那本书讲的IKEV还是VR可能大家知道那是我给你讲那是 2010年写的 13年前你觉得我应该写的什么呢 13年前写的 好吧13年前写的 所以说你不要问那个是VR那时候我还不知道VR是啥呢 好吧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VR是啥呢 13年前写的书 所以就别走那么VR了 好吧 但是呢那是绝对原创 好吧 可能你见过别人写的书都是 不知道能哪贴的 但是我这完全原创 连每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 OK 现在怎么现在才知道我我头发变长了吗 今年就开始变长了 好吧 而且每次都整下头发 好我们看一下课啊就是我们会讲基础课 基础课会有三周 那么四个基本上是个全天的课 类基础课还内容很多的 然后呢基础课呢有16份作业 就是这个蓝色是什么意思蓝色表示有作业 但是这两个中国其实没有的 蓝色是有作业的 就是作业16份作业 这里很多的 其实说实在的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 其实基础课的作业比较难 因为很多人还是 比较 刚刚没有太入门嘛 台上的时候 基础课的作业 整体来说都被 说是比较难的 好吧 作业很多 好吧 今天早上我还 批了一下这个 IT基础教育公司那帮哥们 那20好几个号人呢 作业给我交不上来 都多少 都多少天了 才交10份作业不到 今天早上一通路怼 好吧我希望今天可能进来的时候也有那个 学员是基础课的学员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话 好吧好人都给我做作业 就是你自己想想吧你是在线听的课 大哥们 你在线听的就跟就跟躺着这么这么刷个视频一样听听我的讲官 你能你能听懂多少我很质疑好吧你下来 我觉得一个学的好的态度 我觉得你第一遍你听我的课你一遍你一遍能够听得多明白我不觉得你能听得多明白 我就下来应该 再再再听一下 对吧 再听一下 我觉得有哥们的认真学习 那种真的是 我 一天课 比如说一天两个半小时 你哥们做做做笔记人做六个小时 就就就一点一点做 每一个讲的东西都做笔记做六个小时 然后再做作业 全天都干这个 我的我的课程信息量很大了 你不是说真的 你我的课程信息量很大了 不是说你随便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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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听一下 你就听明白了 而且你要你而且你听明白了还要做实验 做作业嘛 做作业永远是 难道这个很过分吗 你听个课一个学习 我要求你做个作业 你觉得这这事很过分吗 你不做作业你 你又这么随便躺着听一听 而且很多哥们连在线听也不听 好吧 就交了钱就觉得自己会了 这我能多了 你不要你不要说我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很奇怪 多的是 多的是 就认为交了钱就认为自己会了 这个这个这个太 太多了 好吧 不是少见的 就是有些人交了钱 拍了钱拍到我脸上之后 就觉得 我已经会了 会了 基础架构这个 这个课那个 抖音那块 你可以你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服务群 然后呢问我们的老师 他会给你介绍一下 好吧 OK 所以说 做作业 非常有必要 好吧 而且说实在的IT就是加工程师这个课 那个那个还不扣分 我给你讲 排上这个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排上这个东西可不是不扣分啊 是要扣分的 还有进商号的 非常严的 作业很多的 好吧 这是强化版 好吧 压力很大的 故意的 好吧 就是要 就是我要重视 我要告诉你作业的重要性 作业 重要的 听课 是需要的 作业 是重要的 实战 真正过手 这东西就要 就要过手 特别是排长 跟那个网络还不一样 网络还真就不一样 因为网络太套路了 说是 网络太套路了 那真的是 就是 真的是 我觉得网络 我觉得网络吧 就是你不需要反复练 但是你至少应该通一遍 但是我对 我对网络学习的要求 就是说 你不需要反复练 网络 我觉得你不需要反复练 但是你至少 应该把我上课做的作业 做的实验 你至少 也不用敲 你只要刷得过就行 你曾经刷过 就可以 我对网络就得要求 好吧 我就没有什么 额外要求 但派档不一样 派档绝绝不行 好吧 你一定需要 逼一下自己 那真的不逼一下自己 你绝对没戏 你相信我 你绝对没戏 就真的要逼一下自己 你不把自己逼疯了 你是很难的 好吧 这一点很重要 好吧 基础课 基础课呢 我今天就不演示 基础课的作业了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 你对于对于刚刚刚刚刚刚开始学的哥们而言他们都认为基础课的作业比较难 确实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压力 反而基础课的压力最大 因为上来就16份作业 这个压力 你看 明天就第1天有作业然后呢紧接着这3个都遇到周五 15个 作业 很多作业 这个压力会表达 好吧 好 然后紧接着就是经典自动化协议 经典自动化协议算是两周 经典自动化协议是有10份作业的 这是一周 然后呢又是一周 经典自动化协议有10份作业 经典自动化协议非常实用 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 还是非常实用的 讲的都是一些 基本的 SSH SNMP 这个 SNMP SMTP 就这些 讲的会比较 中国用这个东西用的还比较多的 好吧 我给大家看看啊 就是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因为我是专门 基础客 基础客 我不提供时间台 基础客就没有必要提供时间台 给个人电脑跑 就 就足够了 是可以的 好吧 但是后面这些呢 后面这些呢 我给他提供时间台 是提供时间台的 但是其实后面 我觉得 Python吧 跟那个 网络还不一样 就像我的 我的那些 技术加工程师啊 或者网络这一块 你不 你不到我这做实验很难 就是 就这个 就就 就这个 你个人电脑 想都别想 好吧 你服务器都得来点正经的 你服务器都得来点正经的服务器 好吧你才可能把这个搭了起来 那你看这个 这个实验台 这么多蓄理机 这就一套就这么多蓄理机 好吧 但是呢Python整体来说呢 还好 就是 只要你的 个人电脑稍微强一点 至少32G内存吧 至少吧 我觉得建议你配一个 我现在个人电脑的64G 64G内存 然后CPU再来一个i7 然后硬盘再来一个固态硬盘 我觉得是可以跑得下来的 个人电脑就可以跑得下来 难度确实还是不大 但是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话 有实验台 特别是经典协议 不仅有上课的实验台 还有作业的实验台 都有 OK 主要是DevOps DevOps估计 你们 个人电脑也都有点够呛 个人电脑有点够呛 其实就一个有点够呛嘛 就是这个蓄力化 蓄力化 还有这两个控制器 但是我觉得个人电脑 你努努力也许 也许也行 好吧 但是如果说你个人电脑不行的话 我这有谁来 你可以上来 在我这个环境下面 而且我的代码都在有 你可以在我这尝试一下 跑一跑 还有这个作业的 有作业的 有上课的都有 我也提供 相应的实验台 开源自动化软件也有 开源自动化软件也有 自动化运维系统 刚才讲的那些都有 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实验台 但是 应该这么说吧 拍上这一块 实验台 其实还可以 OK 就是实验台 我觉得你们自己做是可以的 你们个人电脑稍微流逼一点 努努力 其实是可以支持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作业 看看我是哪一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经典协议只有10天作业 10天 但是10天的 10天是比较经典的 有10天作业 好吧 我们来看 我简单看下 你看 我最终会就是 不仅是这个正常的代码会提供给你们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会给大家提供代码 不仅有这种 政客的代码 这不是政客代码 这是作业代码 好吧 作业代码其实就一片 政客还有政客的代码 你们可以到我们 我们公司内部的那个 GitLab上面去 就可以得到他 稍等 我给打开 上课的代码 这两个代码不一样 这是专门 有个是专门做作业的 这是上课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些知识 比如说 ARP 我们会讲这个 卡梅拉 就是Skype 听过吗 就来玩 然后呢 SMP UDP SNMP 会比较多 我们会有很多实战 有V2的 有V3的 有好几个实战 有好几个实战 有好几个实战的代码 就不仅仅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你要记住 就是Python 这种话 这一块 代码本身 代码本身 其实并没有 说的那么重要 好吧 应该说呢 这些代码呢 网上都能够找得到 而且呢 你 你刚才那些 刚才那个哥们说 他考DateCon 那个不好背 其实我也不背 好吧 就是说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代码的东西呢 他 他也不背 就是这样 SNMP的东西 我也不背 好吧 我都是贴的 我也不背的东西 代码都不重要 好吧 代码都是 代码就跟那个 网络的套路一样 其实我也不背 没有什么太多用 好吧 最重要的是玩法 就是你能够用这个东西 能够怎么玩他 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怎么样去实战他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我讲的更多的 其实并不是 代码怎么写 就是这个 这个纯粹的代码 就是我觉得你 你拿去抄一下 就就可以了 贴过去反正这个 靠谱就行了 这个真的是 不重要的东西 好吧 其实 学Python 更重要的就是 为什么你要反复练习 第一个基本功 是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 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 你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如果说你真的是 没有其他语言的基础的话 没有那种数 以前数据处理的基础的话 那么 你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去练习 如何去 处理数据 处理数据很重要 好吧 如果说你处理数据 比如说就是 Python的列表 字典的 就各种 这种东西 基础课里面就会 去讲东西 数据处理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是一个 基本功 那个才是 那个才是真的需要 反复练的 这个代码不重要 代码都是贴的 好吧 我也贴 你别弄我 我背着给你敲 我也敲不了 我也从来不敲 这玩儿好吧 我也是自己整理好了 我自己 我也照着这边贴 但是数据处理 贴不了 数据处理 你自己自己去处理 还有一个 就是玩法 就是这东西怎么玩 怎么个玩法 好吧 比如说特别是我觉得 那种自学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库不玩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自己玩过Python 如果说你懂Python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学的话 我见过最多的人就是不会玩数据库 好吧 Python会玩的 没有问题 代码也有 但是基本不玩数据库 但是我跟你讲 数据库是极其重要的 是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知识 好吧 我们会玩各种数据库 会讲各种数据库 因为我这么说吧 你玩代码 你不玩数据库 我也不知道你学了啥 我也不知道那玩人干嘛 好吧 数据库 特别重要 如何去使用数据库 如果去存 去读 如何去去应用它 非常非常重要 数据库非常重要 这需要 而且数据库也是需要盘的 数据库也是需要反复玩的 这也非常重要 好吧 就是如何去 玩数据库 如何去 就是学校那个技术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有些什么实战案例 然后呢 如何处理数据 这些东西 这才是真的需要你去 学习和 和练习的东西 好吧 代码 并不重要 代码的东西 要么你贴我的 要么你谷歌贴别的 要么用GDP产生的 都很靠谱 都很靠谱 而且他自己的GDP产生的东西 可靠谱 好吧 但是是他没问题 他这个做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在那个 就是一个 比如说因为你有很多的步骤 多步骤之间的设计 数据处理的话 还是需要你自己来 这个就需要 很多的练习 好吧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练习需要做的 OK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需要在反复的在我的作业当中反复会强调让他去 去做作业的好吧 我给你举几个举几个有点去的吧 就是基础课 比如说 像这个 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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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是把拖大点吧 流量分析 这应该是 就是这个应该是当初我把这些都给删了 因为这是应该下午产生的 这是流量分析 这是 自己通过 Python写一个 Syslog的服务器 流量分析的服务器 然后把它写到数据库里面 数据库 有数数据库 只是这个数据库应该是比较简单吧 应该是CircleLite的数据库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CircleLite的一个简单数据库 然后呢 去写进数据库 再读出来 这样 我觉得 如果说没有没有练过的 很多情况下 他会懂SSH会采集数据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见到了长期见到的 他们通过SSH采集出来 然后备份到文本文档 我见多了 好吧 还有一个 就是 他们把数据采集出来之后 就直接 就看结果 完了 一定 你要注意 玩法是 一定是 先采集 进数据库 再从数据库读出来 再做呈现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看我 前段时间跟一个阿里的哥们 他现在就是 阿里那个管制中化这一块 很简单 就是 采集数据写数据库 这是一个部门 好吧 然后从数据库读出来 然后呈现 另外一个部门 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 玩就是这么玩的 就一定要先采集 然后入库 然后呢 入了数据库之后 基本上就 没理着这 基本上你就 你的任务搞定 好吧 然后呢 有一帮人专门做 从数据库读 所以说呢 一定是先 永远 我这个作业永远 套路 套路就是说 一定先入库 入完库再读出来 这个数据库有很多 有最简单的 我们会 还会讲这个 关系数据库 比如PCQ 可能我们还会讲 时询数据库 InflatDB 甚至还会有这个 搜索数据库 Elasic Search 都会讲 OK 不同场景 又不同数据库 这样的话 才能够便于你 去更好的 对后续的 就你 只有把它 入了库 然后呢 才能够去 读出来 好吧 反正你需要一定的努力嘛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从 简单的入门的开始 做作业 每天要求自己去 去要学习 做作业才行 真真真要 真的要苦断时间努力一下 好吧 否则的话 真的也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好吧 那 那不就是 其实 我 我昨天晚上我昨天才 又聊过其他的 昨天 基金格100岁了移民到中国 100岁了 好吧 而且你会发现这帮 而且 查理班格和那个 巴菲特 也是 95岁了吧 95岁以上了 马上100了 好吧 你会发现他们天天都 工作 我觉得他们不叫卷 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 你要活得长 一定要有一个工作 而且要有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好吧 就是自己 就需要工作 我发现我 可罗有些人认为 这个卷 躺平 那这些 反正我认为 我是喜欢我的工作的 好吧 我对我自己研究技术 然后给你们讲课 然后我写 给你们讲课 这个过程 我是享受这个过程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好吧 所以说 不存在什么 退休 他们都不退休 对吧 这么有钱的人 他们都不退休 我也 我觉得我只要能干 我都能干 好吧 我觉得 首先 喜欢自己的工作吧 喜欢这个东西 首先我觉得这是我能 你不能说我坚持下来 我觉得坚持没有必要 我从来也不必坚持什么东西 好吧 你要说坚持的话 就是坚持锻炼 真的每天 我每天45分钟锻炼 我今天下午才 真的是我 真的是咬牙 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 真的每天下午那45分钟运动 才真的让我痛苦 但是运动完也很舒服 好吧 就是那个真的 运动真的需要坚持 非常反能性 每天玩 就让不怎么吃东西 这是非常反能性 但是但是但是工作不会 至少我的工作 我认为不会 我不觉得我的工作很 虽然说可能可能 我老婆也会觉得我很忙 但是 我不觉得我自己 需要坚持 至少我不觉得 我也会觉得我自己累 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坚持 我没有必要坚持 就是我觉得我 我喜欢这个东西 好吧 OK 所以说这个 这东西是需要的 就是拍上的东西 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 Linux的东西 也会接到拍上的东西 接触很多相关的自动化 我这个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课 好吧 但是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更多的努力能够学到东西 好吧 你看 我没有工作 我不要工作 我天天就休息 活不了几天就挂了 你信不信 大部分这种人 活不了几天就挂 就是只要觉得自己没有人的目标 然后呢 就觉得 天天就躺平玩 而且就没有什么玩的目标也是没有玩的目标的话 我跟你讲 你玩也有 也有一个目标 好吧 如果说你没有目标就这么躺平的话 你活也活了多久 那些你会发现那些活了久了 那你一定是每天他都有一个任务 他有一个目标 好吧 而且他喜欢干这个活 然后这样的话他活了长 你看我都 你看我都四十多了 我在研究人生的意义 好吧 就回来继续 继续聊 锻炼还是很重要的 每天我有45分钟一个比较强度比较大的 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运动 好吧 每天都是全身一身透汗 感觉很爽 好吧 继续啊 这是这个流量分析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会 这是一个就是Netflow Netflow可能大家知道吧 Netflow进入数据库 然后呢做一些流量分析 然后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就是比如说 CPU 这应该是CPU和内存 这是采集了两个设备的CPU和两个设备的内存 用的依然是这个应该依然用的是SERVRADE的简单数据库 但是不算是简单吧 他也是数据库 好吧 就是我存东西不带不用数据库的就一定都用数据库 不带用的是什么文文文档的别跟我扯了一些没有用的 好吧 肯定是有数据库的 然后呢肯定是老套路进数据库出去数据库 虽然数据库的可能是有些简单的简单他也是数据库好吧 然后或者说用一些复杂的反正不管是数据库 然后呈现就不一样呈现有可能是用这个 这个Metplot 我会讲Metplot 就是这个出图 这个图呢是静态图片 这是一个方法 静态图片可以 可以把这个静态图片 嵌到一些 邮件啊 PDF啊 Word里面去 Python也可以把东西帮里嵌到里面去 这是一个 第5天 第5天也是 也是出图 但是第5天就不是用这个出图 第5天我讲的应该是用Graphine 就是用这个出图 第5天也是进数据库 但是第5天进的是一个关系的数据库 然后出的图呢是用这个Graphine 这个这个就会更加 其实更加简单 而且更加 也更加实用一些 在这个内存没什么变化 就是这个 CPU是有点变化了 就说呢 这应该是第5天 也就说呢 这两天呢 都是在采集CPU和内存 只是数据库 变了 只是呈现的方案变了 就是我希望大家 既学一些 两种不同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和 简单的也学一学 然后呢 出图到静态图片 也学一学 比如说有时候这种 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 比如说你要做自动化嘛 有时候 每周给老板做个 这个周报啊 发一些邮件啊 做一些 PDF啊 你需要这种静态图片 然后有时候呢 可能你又希望说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系统 然后实时的去 更加实时的去监控一下 这些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这个 Grafana 这种比较动态的效果 OK 这是一个 然后 这是第 好 比如说 第6天 第6天也是出图 这是第6天 应该是出 第6天 应该是出的 速率图 速率图 就你看这是速度 一个速度图 是出的一个速度图 速率的图 是一个速率的图 就是前面是出的是这个 CPU内存 然后呢这是出的一个是速率的图 也会用这个 Metplot来出 也会用Grafana 出 都会出 两种图分别要出一下 好 有哥们问那个 Go好不好 我也解释一下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东西 好吧 如果说 你希望 就说你是一个网工 然后呢你想实现自动化 做网络自动化 注意是自动化 自动化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没什么可调的 就是Python 会比较好一些 Go是这样的 Go是开发的 Go是 21世纪的C语言 是C语言的一个替代评 是一个新的准备替代C的一个更加高效的 开发语言 好吧 如果说你准备做一些跟云计算 你真的要开发 是真的开发 不是自动化 不是自动化 虽然他也能做一些自动化 但自动化这方面可能没有跟 没有办法跟Python比 好吧 如果说你想是做一些跟 开发 真的是做开发 而且更多是可能做云的 比如说容器相关的 K8S那些 K8S就够写的 开发的话 确实是可以学一下这个Go 好吧 但是那个 就是另外一个职业方向 要了解 那是一个另外的职业方向 OK 好吧 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事情 好吧 如果说你想 不想做网工了 你想说 我就想做开发 当程序员 好吧 就说甚至我想开发一些跟语音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你选择Go 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东西 好吧 但是自动化就应该是Python这一块会比较主流一些 第六天 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个 因为我觉得今天主要还讲这个 经典协议 把经典协议 比较 比较 日常生活用的比较多一些 好还有一个就是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 第八天 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会发 会发邮件的 这是日志分析 而且会发邮件 邮件发出来 我给大家看那个邮件 就是不仅帮你分析日志 然后呢也会帮你去 出一个邮件 这个东西传输真的这个从手机到这个 以前马克比较方便 但现在这个我还不太会玩 切回到windows没几天 好吧就是能够给出这么一个分析完了之后能够发这封邮件 你可以周期性的比如说给老板或者什么做周报 给做一个定点的时间 然后呢可以出一个这种图文的带图文的 这种 这种邮件 不仅日志分析 然后呢也会 也会动态的产生 一封邮件 不仅有文字 也会有图片 然后呢 发出去 日志分析到什么程度 这跟你能分析到什么程度有关系 好吧 就说你我再了解一个什么叫自动化 自动化是 你知道 怎么玩 就是你知道你要什么 你知道如何分析 他自动 帮你实现 你让他完成的任务 就是 你一定要搞清楚一点 就是说 不是你学了 就是网络自动化 好吧 网络自动化运为 网络自动化运为 是因为你懂了自动化 你懂了网络运 在这边啊 什么叫网络自动化运为 是你先你要懂网络运为 你要懂网络你要懂一定的运为 然后呢 你学派上就能实现 网络自动化运为 而不是 你根本就不懂网络也不懂运为 你说你 你学自动化运为就把网络和运为懂了 那有点扯 好吧 这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日志分析 你说自动化能分析什么程度 你能分析到什么程度 他就能分析到什么程度 你不懂怎么日志分析 他就不懂怎么日志分析 他只是按照你的 要求 去自动化完成你的任务 我经常举这么一个例子 派上是什么呢 派上是一个 老子并不太好使的一个 但是体力和精力特别好的一个哥们 他 不用睡觉 也不上厕所 没有情绪波动 也不用谈男女朋友 他每天都会 按照你的要求 去完成你布置的任务 但是呢 这哥们老子可不好使了 老子特别不好使 你需要 把他做的每一个事 认认真真的 给他布置清清楚楚的 就是日志分析 你看哪个字段 这个字段 那个字段 这几个字段 你要分析一下怎么怎么地的 好吧 对吧 他是这么玩的 你理解 他是这么来做到的 是你要把事说明白 非常 明白 你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 你应该这么说 你整个学习的目标就是 如何去 把你的任务 布置给这个 老子不太好使的 哥们 OK 这个东西有很多 比如说 Let me call 或者说我们还会讲 这个 Nornier 不会讲 Unsible 这些都会讲 当然了 用Python 我们可以 就是 自动自己 自己写也没有问题 就是自己写是可以的 好吧 但是也会 我们也会用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框架 Unsible Nornier Terraphone 我们也都会讲 Python 我们也会自己去写 现有的框架能够实现的 当然更好 如果实现不了自己写也没问题 自己写可能会更好的去贴合你的要求 去做一些 如果说功能不足的话 可以用你自己写的东西来做一个 补充 是好的 OK 然后我们 简单再看看 备份 备份 备份Page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自动备份 这就能够实现一个 备份 备份Page 送备份 而且能够实现 如果说两个Page 他不匹配 他一样会报警 如果配置不匹配 我看看这个是哪个设备 我随便改一个应该就能出来 我估计是这两个设备 它依然是备份到数据库 然后呢去匹配这个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呢就会发邮件 这应该又是发邮件 这应该又是发邮件 这个邮件发出来应该有 有人收到 就是说 他你可以周期后台的调度 用Linux去调度这个脚本 然后周期应该去备份Page 跟那个 跟那个 这是 这是这种 大把级别的 然后呢 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就说我已经给你封装好到图形化界面了 就开始讲东西相当于是我给他封装到了一个图形界面 相当于是一个做了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封装 当然了 你先得懂我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就是配置配饭吧 这个相当于是我对这个脚本做了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封装 其实用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个脚本 所以我们我们是先得学这些基本的代码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讲一下就是怎么能够把他们 其实这个项目的只是把以前学的东西 做了一个更好的 一个图形化界面的一个封装 这是完全用Pi上完全用手写的 做了一个图形化界面的这么一个封装 好吧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设备配置备份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我运行这个干嘛 只是说呢这个可能 你 他的周期应备份 然后呢 有问题的发邮件 对吧 那么这个呢 那可能就是但是也可以发邮件 当然也可以在这直接可以看到然后那里甚至可以比较两个版本的区别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也是 其实就这个代码的一个 用将狗做了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封装的这么一个效果而已 好吧 这是我的基础 但是密码怎么可能每次都会不一样的 这不可能啊 密码加密我可以理解 但是每次显示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4颗肯定是一样的 你有什么高级货 为什么密码每次会显示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我没见过这种产品 密码是加密的 是乱码 我认 这个没问题 好吧 但是你说每次显示都不一样 这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高级货 华为的 我没遇到过这种东西 好吧 反正我没有见过 你们如果每次都不一样那我可以忽略忽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用脚本写忽略是没有问题的 他每次都不一样吗 你们确定 他怎么玩的 他每次显示都不一样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科学呢 反正我了解的好吧我可能没有见过高级华为产品好吧 我反正试喝 我知道 就是密码不一样 这没问题 好吧 就是就就就就就就是密码不一样 是对的 但是他每次都是那个不一样的乱码 他不会每次秀 他的密码 都秀的不一样 对吗就是就是我不知道华为 有人站出来反反驳一下他吗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不靠谱 好我不懂啊 他他说每一次华为秀密码都不一样 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意思好吧我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当然当然我只是想说 但我只是想说 我我只是想说就是这个 排除没问题 我我我再说一遍你是不是 这个意思 再说一遍就说 两个设备 都是密码 你敲的这个设备是一个乱码 敲到另外一个设备 又是一个乱码 你是不是在说这个 而不是就一个设备 就这一个密码 你就不断秀他 每次都不一样 那我这没见过 好吧 那那你这么说 我都开眼界了 我没见过 好吧 两台设备不一样 两台设备不一样 我说过很正常啊 而且我上 那课 我还讲过 这为什么两台设备会不一样 但是绝对不是 你说你每次他妈秀不一样 别给我扯这个 违剑我吧 你你你这句话让我颠覆了我对这个这个 的理解 我从来 那我就要崇拜一下华为 有这么如此高科技的显示 那这显示是显示啥呢 把我都听懵逼啊 每次显示都不一样 我操哪他把这个溜逼 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 乱码我可以理解 一个密码两台设备敲 他不一样 我也可以理解 但这个乱码他就是一样的 每次秀这一个设备的这个密码他就是一样的 反正我没见过 你说的刘逼我那我也不知道那你就刘逼我也不懂 好吧 没见过 这这啥情况 好OK啊 这是我们的基础 这这只是我的其中的 经典协议的作业 讲了差不多 这10天我就随便捋了几天 好吧 那 那这样啊 我我我休息一会儿 我让我们的这个 我让我们的另外一个 三五个个出来 聊两句 去哪了 明言你跑哪去了 我找不着理了 人太多了今天 你举个手 喂喂 扫党啊 稍等啊 好你来吧 好吧我我这个录像先停一会儿 喂喂 你听到吧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再讲剩下的那个DevOps比较高级的部分好吧 OK 好这样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先先 你拉我 我这会儿 被你打开了